和臭宝一样 她也是位喜欢美人的风雅之士 有收集匹的她把游戏里 所有美人的好感度都刷到了脑机 谁知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于是旷古绝巾的大停胜诞生了 她刚一穿越 便出现在一位女子的闺房中 女子哭哭啼啼地喊着除了军璇哥哥 她谁都不嫁 而她就是军璇 看着女子熟悉的面庞 她终于想了起来 这位女子是池宇山庄的掌上明珠顾思英 也是她在游戏里攻略的第一个女孩 结合顾思英刚才的话 那么此刻游戏的进度 应该是新手剧情刚开始的阶段 一个姓潇的男子喜欢这位顾思英 可顾思英却不喜欢她 很想拒绝这门亲事 可姓潇的背后是一个修宪门派 而池宇山庄只是个江湖势力 此刻正在为难了 剧情是比较俗套的退婚流 但在军璇的印象里 那个被退婚的男主角 可是过真价实的修宪者 而他此刻只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大男孩 怎么顶 难顶哦 可若是让他放弃顾思英 那还算男人吗 就在这时 虚空中一道消息闪过 好感度系统启动中 随后界面展开 里面是一张张卡牌 透过剪影 军璇清楚地认识到 他前世攻略的那些美人都在上面 很快他就找到了顾思英 乃是一张三星卡 系统在卡牌上提示军璇是否携带 军璇立刻点击同意 虽然顾思英也只是凡人阶段 能为军璇增加的属性并不多 但对此刻的军璇也很重要 而这回哭泪了的顾思英 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只是还穿着厚重外衣的他 有些睡得不太安稳 小姑娘这几天已经精疲力竭了 军璇怎么忍心 让他无法好好休息呢 走到床前帮着小姑娘 除去了后外套 很快穿着吊带背心 和热裤的他出现在军璇眼前 这位粉雕玉琢的小姑娘 为他退婚 这位飘逸出城的仙子 一见到他就扑在了他的怀里 这些角色本是游戏中的 可现实中的他攻略了 所有的美人角色后 竟然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只是奇人之福还没享受上 修罗场便开始了 仙子宁享荣服在他的怀里 淋花带雨 哭诉着离别之谱 而粉雕玉琢的顾思英 却气得炸毛了 怒气冲冲地分开了两人 随后一把抱住军璇的哥 满是戒备地盯着宁享荣 他交喝着军璇哥哥是他的 永远都是他的 希望能让宁享荣之难而退 可这是一道声音 打破了三个人的纠缠 正是刚刚被顾思英退婚的男主角 他和宁享荣同为水月物的弟子 于是向他的师姐询问军璇是谁 可早已清新军璇的宁享荣 却根本不想理他 冷冷地说与你无关 这位男主角虽然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 但也看得出顾思英是喜欢军璇的 而顾思英是他名义上的妻子 顿时感觉头顶上绿油油的 不油的一挥手上的折扇 想要杀了军璇 此刻的军璇早已佩戴上了宁享荣的美人卡 携带大小美人两张卡片的他 在真实属性上 并不比这位男主角差多少 于是军璇抽出宁享荣的长剑 开启了穿越以来的第一战 讲真 军璇刚刚穿越而来 从道理上讲 在招式的熟练度上 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男主角的 可军璇对这段新手剧情太熟了 对敌人的招式顺序都了若指掌 成功躲过敌人的两拨攻击后 军璇一口气把他会的所有招式全部甩了出来 俗话讲乱拳打死老师傅 硬生生把这位头顶绿油油的男主角逼入了死局 在旁观站的顾思英大为开心 他实在没想到军璇哥哥这么饱 不禁大声为军璇加起游来 听着妻子为敌人加油 男主角都快气炸了 他立刻朝着顾思英杀去 顾思英吓得花容赤色 可军璇并不是一个人 气定神闲地喊了一声熔熔 刚才在一旁观站略震的命响龙 顿时一朝水月洞天将顾思英吓住 男主角一口撞在上面 大口大口地鲜血吞出 他实在不明白 这个世界怎么了 师姐怎么都会帮着那个外人 可师姐缓缓来到军璇身边 轻轻牵起她的手 满脸娇羞地说 她不是外人 她是我未来的丈夫 理论上来讲 她有三百多位好妹妹 注意看 这是她攻略一位好妹妹的经过 夜深人静 一位冰清律节的美女仙子正在湖中洗澡 她是江湖中颜值排行第三的清单大王 可一位色胆包天的灯徒子却悄悄出现 一把将仙子所有的衣服抓在手里 她正是我们的军璇 正在效仿牛郎之女的爱情故事 被仙子发现的军璇 赶忙假正经地捂住眼睛 在她刻意地提醒下 仙子才意识到她未遭寸 急忙又缩回了水中 这其实是一段回忆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的军璇 此刻正被宁想龙庸在怀中 军璇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之前攻略宁想龙的经过 那会儿的她为了收集其所有的美女角色 做了不少扎事 但军璇心里清楚 她是爱她们每一个人的 而爱也可以被分成三百多份 宁想龙铺在军璇怀里 大着胆子倾诉的思念 她想带军璇回水月屋 回去之后便结成道理 她会用她的全部 与军璇长相厮守相濡以沫 她的一切都是军璇的 不管是心还是身 听着宁想龙的情话 这种程度的诱惑 军璇可是完全无法拒绝啊 坠入爱河的两人 完全没察觉到身后来的 一位粉雕玉琢的女孩 看到军璇与别的女生拥在一起 这位女孩子实话 为她端来的一盘糕点 跌落在地面上撒了一地 军璇急忙想解释 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偷吃被抓住了要怎么解释啊 不过好在她穿越前 已经把这两位女生的好感度攻略满 好感度已经所死最高值 谁都不会真的离开她 看着顾思音委屈巴巴 等着解释的模样 军璇俯下身认真地告诉她 虽然她有了荣荣 但对她所有的承诺都不会变 小姑娘这才好了一些 等到小姑娘离开后 宁享荣伸出鲜鲜欲指点在军璇的额头 这个花心大萝卜 不知道惹了多少情债 越想越气的宁享荣 一口咬在了军璇尖头 留下深深的一口牙印后才松开了嘴 她是个收集狂 在一款游戏中 她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而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近了这个游戏世界 有足足三百多位好妹妹在等着她去重新 不要和她提什么高冷美艳青春 也不要提什么玉姐罗莉阿姨 更不要提什么星座生肖 她对于好妹妹的分类方式都是按照人种 人族妖族魔族鬼族精灵族兽族应有尽有应收尽兽 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问题 首先枸杞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主食 其次如果配菜每天吃生蚝韭菜 厌倦了有没有什么替代品 她冥思苦想了很久之后幡然醒悟 这里可是仙侠世界 万年人生不比枸杞强 成为原鹰大佬还怕体力不足 这样看来如何能快速升级 成了她最大的问题 而且好妹妹那么多 没有实力守护 岂不是鸡飞蛋吧 这一日她来到了安息镇 依靠她自身修炼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她想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经验卷种 很快她便来到了谢府 而谢府的主人谢迁便是游戏里的经验卷 走至造势 此刻的谢迁正在会客 但还是让下人把君璇请上来了 这让之前的客人十分不满 贺问君璇是谁 但谢迁拽拽地回答道 甘情合适 那客人听到这样的回答自然不说 觉得没有被谢迁尊重 可谢迁睁眼说瞎话 告诉老者他与君璇的约定在先 反而是你们插了君璇的队 君璇在旁边都听乐了 他之所以这么有底气来找谢迁 自然是他在前世 闲来无视的他把谢迁的好感度也刷满了 这时客人中的那位绝美女子忽然张口问了 不知谢前辈与君璇道友的约定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枕头才能做这样的梦 他把游戏里所有美女的好感度刷满 然后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甚至他连男人也没有放过 游戏里的经验卷轴制造是谢迁 也是君璇为平生之己 为了他公然得罪福桑海的事 听闻君璇是想讨要一些字画 谢迁一仰手把他最近所有的字画全都给了君璇 也包括福桑海一直想要讨要的文艺在道 福桑海的原开季神识受伤 只有观摩文艺在道才有可能康复 见谢迁把文艺在道给了君璇 原开季十分恼怒 身旁的绝美女子也在不断哀求 他们甚至拿出了福桑海的 至宝金屋真阳想要交换 君璇顿时心中一动 他穿越前福桑海地图还没开放 所以这个女子他还没有刷好感度 但看着这角色的面袍 嘿嘿嘿 这个好机会可绝不能错过 而且金屋可是极贫宠物 此刻那爷孙二人已经准备离开了 见状君璇急忙叫住了二人 随后提出了他用字画交换金屋真阳的想法 对爷孙二人来讲 和谁交换都是交换 也答应了下来 拿到三族金屋后的君璇并没结束 在爷孙二人离开之际 君璇又拿出一幅字画给了那位漂亮姑娘 论获得姑娘好感的第一秘诀 就是超出预期 别人都以为交换完条 可君璇在这时候再额外赠送一遍 便给了姑娘大大的惊喜 对君璇自然印象深刻 姑娘临走之际和君璇好好讲述了 孵化三族金屋的条件 这便是最好的阵容 等到梁亭之中只剩下君璇和谢迁时 谢迁却忽然夸起了君璇 而且并不是简单称赞 谢迁的话似乎别有深意 在君璇离开后 谢迁更是提笔写下了 飞红踏雪装生梦蝶八个大字 在仙霞世界可以刻经验卷轴有多爽 一夜的时间 君璇已经来到了练习第三届 这种的修炼速度 就是最天才的修士也无法逼命 这时有下人前来通知 山庄的庄主有钥匙相伤 这位庄主其实就是小美女顾思音的父亲 也算得上是君璇的老丈人 但君璇此刻还在扮演着顾思音老师的举手 所以与这位老丈人还是有些生疏 不过老坚俱华的庄主却单刀直入 他先是肯定了君璇对女儿成长帮助 并让君璇多担待他女儿有识的小脾气 随后话锋一转 老庄主直截了当地拜托君璇 若是某日庄内有了变故 希望君璇能把顾思音带走 君璇非常诧异连忙追问这是什么意思 可庄主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继续追问君璇 君璇对之前水月物与山庄联姻的看法 在君璇看来水月物只是想获得顾家显爱 实际上另有所谓 并不是真心喜欢顾思音 他自然是反对婚事的 老庄主忽然90度鞠躬 人老成精 虽然君璇不承认 但老庄主自然看得出女儿与君璇之间的情 而且关键是水月物中还有魔门的影 君璇暗暗赞叹老庄主目光如炬 他竟然能发现魔门 老庄主继续分享他的情报 据说近日魔门会派遣高层前来处理此事 而魔门高层所过之处 必定是血流成河 所以他才恳求君璇在关键时刻能带走胡思音 这份情报的信息 已经超出了原来的剧情走向 君璇怀疑是自己干扰了上次的提亲 产生了蝴蝶效应 但魔门会派谁来呢 难不成是圣女皮横罗亲自过来 他的好感度倒是刷满了 不过若是看到宁想龙和胡思音 修罗尝起来可能会有点被动 他们三个能和睦相处吗 一个呆蒙罗莉深夜来你房中为你送高层 这哪里送的是高层 送的是一颗真诚的深浪 而且他还卡在窗户当中 头和上半身在屋子里 而屁股和腿都在窗户外 君璇急忙把他扶起 并让顾思音以后走正门即可 可顾思音阵阵有趣 君璇哥哥去我的房间都是翻窗户的 君璇略为有些尴尬 他那是去妾欲偷乡 而顾思音来这明显可以光明正大 不过这不是重点 这小妮子怎么三分半夜地跑了呢 顾思音端起这盘糕点 我今天一天学做的红豆糕 特意来给君璇哥哥尝尝 君璇的一颗心话 真是拿这个小丫头没办法 君璇正打算把红豆糕放在桌子上 可顾思音却提醒 若是糕点凉了就不好吃了 君璇哥哥趁热吃吧 君璇一把抓住小妮子的手 紧紧地握在掌心 只要是思音做的 无论凉得热得都好吃 说着话便把思音紧紧地搂入怀中 顾思音一张小脸占红 但还是鼓起勇气问 爹爹白天是不是找过你了 为了避免他担心 君璇没打算将魔门消息告诉顾思音 但顾思音也根本不在乎一谋算计 他只是想知道爹爹是怎么看他们两个人了 君璇拥着小丫头 顾庄主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了 他不反对甚至很支持 小姑娘脸红得都快滴出血来 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亲啊 君璇哥哥 提到这个 君璇只能尴尬一笑 因为他还有三百多个好妹妹 君璇俯下身 等我解决了水月雾的那群坏人 好在顾思音还比较好哄 点点头 我知道君璇哥哥最厉害了 一定会快快解决那群坏人 然后娶思音的 随后顾思音打了个哈欠 难难地说他困了 君璇探手抱起小女 随后走向了床边 他在玩一款游戏时 将里面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 全部刷到了最高 于是穿越近这游戏世界的他 便有了三百多个好妹妹在等他重新 此刻的他正在把一位 困倦了的好妹妹送回房间 他为顾思音带好辈子 随后询问他想不想休闲 顾思音有些不解 君璇继续解释 其实在这个仙侠世界中 只有成为修士 才能够长久地彼此陪伴 否则百年之后一方上风华正茂 一方已是茂蝶老人 只要顾思音同意 君璇愿意把一套 阴阳属性的功法传给他 画面一转 此刻的水月雾内 大雨倾盆 花花的雨声中 一个头戴面纱的女子 傲然站立在凉亭中 而水月雾的弟子跪了一 他便是魔教圣女批横罗 这位圣女口中 喃喃喊着君璇的名字 脸上露出了一副 让人足了不透的身色 四分欣喜三分修脑 还夹杂着几缕调皮 将过思音哄睡后 君璇刚刚跳出他的房间 便看到夜色中 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 正在眼头望天 这位女子与他的好感度 已经达到了海市山盟 她是前世游戏的接引小姐姐 名叫福华 君璇蛮喜欢 她的一双笔质修长的图 尤其在一些场景中 她会穿上黑色的丝袋 不过此刻裸露在夜色中的白皙 更让人心动 看到君璇 福华翘脸胀红 一双可爱的小脚脚 也紧张地绷直了 她假装镇定 问君璇怎么在此 君璇身形一跃 来到了福华的身旁 顿时一股淡淡忧香扑鼻而来 这是福华的体香吗 君璇说她刚送四音睡觉犬 大秦圣果然脸皮厚 把这种话说得理直气壮 偏偏福华对她的好感度很高 也丝毫不以为意 晃动着小脚丫 两个人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理想 到了最后福华轻轻地靠在君璇怀中 满天心斗都害羞地闭上眼睛 她有收集品 在一款游戏中 她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可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好家伙 有三百多位好妹妹等着她重新 不过此刻她却有点慌 眼前的这位女子乃是魔门圣女 和体气的大佬 虽然她前世也刷了她的好感度 但是这位魔门圣女最是爱吃醋 当年她可是放了狠话 假如君璇有别的女人 就会没收君璇的作案工具 所以此刻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这位圣女发现她 要不然大后宫计划可就夭折了 就在她要回头的一刹那 君璇用尽她平生最快的手速 为她自己进行了变装 可这还不够 她的修为太低了 她急忙又找到图鉴中的皮痕罗 将她携带上 瞬间她的整体修为 来到了原因初七 这个级别同时配合着一荣术 应该是可以骗过皮痕罗的 接下来 只要让皮痕罗讨厌她 她就能顺势离开了 想到此君璇摆出了一个 十分恶心的姿势 仿佛是个花花公子一样 走到皮痕罗面前 可皮痕罗的神色有些奇怪 她脸上带着几缕笑语 上下打量着君璇 却没有说话 君璇只好放大招了 装出一副色力内忍的模样 恐吓皮痕罗 可面杀下皮痕罗脸上 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 君璇的冷汗都要下来了 已经可以堪称最顶级的存在了 皮痕罗案里应该是看不破的 所以君璇只能继续演下去 她继续叫嚣着 好在这次皮痕罗终于转身离开了 见她离开 君璇麻溜跑路 可君璇不知道的是 皮痕罗的无名纸上 有一根透明的丝线 一直缠绕在君璇身上 而这正是魔门的缠心骨相思解 乃是前世皮痕罗给君璇种下的 君璇自以为是的伪装 本没有问题 但有了这缠心骨 无论外形怎么变化 皮痕罗也知道眼前的人就是君璇 他倒想看看 君璇在和他玩了什么把戏 若是躲着他有了别的女人 君璇的作案工具 他就要亲手没收 假如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对你说 今晚我住你隔壁 你会听出什么弦外之音吗 君璇刚逃离了魔教圣女皮痕罗的魔爪 心有余悸地回到了家中 一推门发现宁想荣仙子正在等他 宁仙子满脸的不舍 明天他们就准备启程赶回水月舞 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晚 听到宁想荣宝韩秀逸的暗示 君璇不禁有些脸红心跳 不过君璇有些不解为什么走得这么紧 宁想荣道出了原委 自从前几天君璇将魔教奸细月龙章击杀后 水月舞便开始了一轮内斗 没有人关心月龙章的死活 都想借此机会捞取更大的好处 这几日内斗结束后 他们想起了月龙章 想召回宁想荣问问具体情况 宁想荣仰天一探 水月舞还是太小了 长生知道对于他们这些人太过难求 便开始舍本竹墨追逐起名利来 君璇适时地拍了句马屁 还是我家荣荣飘逸出城 不被名利所扰 宁想荣听了暗自开心 却也低头称怪了一句有嘴滑舌 随后才难难道 不为名利所困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情所困 没等君璇想好说什么 宁想荣大着胆子 一把握住了君璇的手 你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人 我认定的丈夫 这样的情话 对于宁想荣仙子已经是十分的难为情 若非是爱杀了君璇 她断然是不会说出这份心意的 我已经和爹爹说过非你不嫁 若是她不同意 我就去玉须宫出家当女官 这本是一句玩笑话 可君璇却吓了一跳 要知道在玉须宫中 可还是有一位女官是她的好妹妹 君璇有些心虚 但嘴里的情话却没停 君璇告诉宁想荣 若是她成了女官 她也会夜夜翻墙 让她破了清规戒律 宁想荣修红了俏脸 一巴掌打掉君璇做怪的手 但心里却很受用 不过宁想荣也是聪明的 看着君璇掩饰下 眼睛激里咕噜直转 不由的一根鲜鲜玉直处在君璇胸口 贺问是不是还在想别的小姑娘 君璇还没想好托词 宁想荣忽然又抓起了君璇的手 其实我不在乎的 你消失这三年 心里的思念都要把我烧干了 我最担心的就是见不到你 但现在我找到你了 这就足够了 随后宁想荣紧紧地浮在君璇怀里 以前和顾思音发脾气 只是吓唬吓唬你 你很在乎那个小姑娘 我怎么忍心让你去抉择去伤心呢 这次换我来护你周全 你所畏惧的我们一起面对 你想要的小姑娘 我们一起去娶回来 君璇狠狠地抱住了宁想荣 有妻如此 夫妇何求 只是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 假如荣荣知道后面还要娶三百多个好妹妹 她会不会千刀万剐了我 有收集痞的她 把一款游戏里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全部刷满了 可一场意外 她竟然穿越近了这个游戏世界 这下子嗨了 有三百多位受艳肥环姿态各异的小姐姐在等着她宠幸 此刻的她 就来到了一位仙子的闺房 准备宠幸第一位小姐姐 进门前的她还颇有些紧张 现实中的她单身十九年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实战经验 可别出了什么意外 进门之后 却发现宁仙子穿着一件宽松的青纱长袍 正翘脸仗红地等着她 宁仙子无愧于游戏中颜值第三的美 富如宁志般白皙透亮 身材玲珑有致简直是美翻了 君璇上前一把抱住了她 一股女子的芬芳顿时让君璇心中一荡 今天晚上 宁仙子就是她实战攻略三百多好妹妹的第一位 就当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时 门外却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门外正是顾思音 这位小姑娘 也是君璇的好妹妹之一 她的突然到来 可把屋中的二人吓了一跳 特别是君璇 颇有一种被抓包的恐慌感 两个人本想着装养了 等顾思音自行离去 可戴蒙的顾思音发现这里没人红 就准备去找君璇 为了防止她发现君璇没在房间 宁仙子只好打开了门 还撒了一个别角的花 说她刚才专注修炼没有停电 但顾思音却觉得宁仙子的脸好 而且浑身上下衣服都皱巴巴了 这是在修炼什么功法 人小鬼大的顾思音瞄了一眼宁仙子的胸口 颇有些极度地哼了一句 还真是波澜壮苦 进入屋子内 顾思音开门见山 逼着头说她是为了君璇哥哥而来 而此刻顾思音朝思暮想的君璇正躲在桌子下 君璇十分的无奈 想不到真的遇到了意外 不过她眼睛一瓶 她看到了宁仙子晶莹如玉的小脚丫 洁白如玉的脚掌上 片片粉色的指甲好似花瓣一般 这个时候必须要做点坏事 君璇立刻伸手将宁仙子的小脚捏在自己手里 探守在宁仙子的脚心轻轻一分 宁仙子立刻翘脸战红 逼哼了出来 顾思音颇有些不紧 诧异地看着一惊一乍的宁仙子 今天的她怎么这么奇怪 宁仙子强忍着脚底传来的仰慕 她感觉整个人都要多数 还得强装镇定 与顾思音讲述着她与君璇相识的经历 包括君璇在她沐浴室脱她的衣服 想到开心处 两个小姑娘都笑了起来 可躲在下面的君璇却不高兴 怎么老是说她的糗事 必须要给宁仙子一些惩罚 她张开大口 便在宁仙子的脚背上咬一口 这一口彻底让宁仙子忍受不住 顿时发出一声高亢的惊呼声 这次把游戏里所有漂亮小姐姐好感度刷满 可一场意外 她竟然穿越近了这个游戏世界 可是她没想到 在与第一位小姐姐约会时 就被另外一个小姐姐堵在房间里 为了避免翻车 她只好躲在桌子底下 只是对于她这种臭不要脸的家伙来说 藏在桌子底下也不老实 挠宁仙子的脚心 咬她的脚背 终于宁仙子没忍住惊呼出声 这下可瞒不住顾思音了 小丫头立刻掀开桌布查找 可里面却空无一人 原来君璇趁她不注意已经跃到了房梁上 宁仙子真是又羞又恼 称怪地瞪了君璇一眼 深呼吸几口镇定下来和顾思音解释 刚才之所以惊叫是因为她被蛇咬了 随后给顾思音看脚背上的牙印 呆萌的顾思音还真的信啊 急忙左右寻找着不存在的蛇 找了一圈没找到 顾思音又扶在宁仙子的旁边 想查看伤口 顾思音很担心蛇会有毒 可宁仙子赶紧不着痕迹的侧身躲开 要是被顾思音发现毒蛇的嘴型和君璇的一样 可就不太好解释了 随后顾思音风风火火地跑出去 她要号召全庄的人抓蛇 这山庄内的蛇 就这样被殃及吃鱼 无缘无故遭受了灭顶之灾 罪魁祸首君璇见顾思音离开 这才从房梁上下来 被宁仙子的粉泉猛垂了一顿 宁仙子喝闻为什么要咬她 君璇这丝甜不知耻地说她看着好看 想尝尝味道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宁仙子羞坏了 低声喝骂君璇有嘴滑舌 但这心里却很受用 红霞悄然爬满了脸颊 君璇不急不忙地坐下来喝了口茶 随后又牵起宁仙子的手 问她还要继续吗 此刻外面都是山庄巡舍的队友 宁仙子自然知道她是在开玩笑 立刻又捶了她一顿 第二天一大早 君璇带着宁仙子 还有一位龙套与山庄众人词别 顾思音十分地不舍 她还要很多话要和君璇哥哥聊 但却也没有办法 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 君璇哥哥快快回来 等君璇三人离开山庄后 龙套便十分懂作地先行骑马离开 留给二人独处的机会 宁仙子抛出飞剑准备遇见飞行 随后她嘱咐君璇搂紧她的腰 在她的印象里 君璇还是重伤未遇 而她不知道的是 君璇此刻已经拥有了 比你原因期修饰的修为 只是君璇也达到了老细骨的眼睛 无力地把头靠在宁仙子的肩膀上 两只手紧紧地拥住宁仙子纤细的腰肢 做出一副虚弱的模样 美女带我去兜风 还是全景天窗大厂棚 此刻不享受的是瓜皮 说实话 当主角也挺高兴的 只看到主角英雄气概峡谷楼起 可也有万天劫难百般烦恼 君璇和宁想龙刚到水月巫 便遇到了很有排面的下马会 水月巫的首席弟子对君璇口出狂言 而一旁的水月巫中弟子也纷纷指丧骂怀 挑衅君璇 首席弟子是喜欢宁想龙 所以十分嫉妒君璇 其他人要么蠢要么怀 但每句话都给君璇添嘟 君璇不动声色 欲待王冠必成其重 他挺希望那位首席弟子能先出手 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废了他 在这种境遇下拿他立威正合式不够 只是来了一位好似庄家汉的长老 这位长老把首席弟子训斥一顿后 化解了这场矛盾 君璇心里颇有几分失望 来到水月巫的主殿前 君璇还是有些紧张的 这次他其实是随着宁想龙建家长 来获得他父亲的认可和祝福的 而他的父亲可是一位女人 最是心疼女儿 善解人意的宁想龙抓过君璇的手 巧声安慰他别害怕 大不了他就与他私奔 闺门进入了大殿 大殿内只有两个人 一位是宁想龙的父亲 一位是驼背极为严重的长老 果然宁想龙的父亲面臣刺史 任何一位父亲见到滚了自己家白菜的臭子 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的 而且君璇忽然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 来见老丈人 他什么礼物都没带 这可是犯了大忌 其中生智的他急忙拿出了一副谢签给他的字画 只是宁想龙的父亲还未开口 那位驼背长老却先发难了 斥责君璇礼物单薄 送这些凡人的礼物 是不是觉得宁想龙大小姐一文不值不值得珍惜 这位长老故意将礼物的价值与宁想龙挂钩 是想杀人诛心 但真是阴损至己 果然宁想龙的父亲脸色更差了 只是君璇却不慌 谢签的字画通俗来说就是游戏里的经验卷者 但在他们这些土著们的眼中 是能够在短时间迅速提升实力突破瓶颈的手 上次扶桑海的长教与圣女苦苦哀情 甚至用神兽三足金屋也谈患了一个 所以君璇很淡然地询问驼辈长老是谁 随后又询问他修为如何年龄如何 等到驼辈长老不耐烦之后 君璇斗首释放出正法 一下子便将这位长老的修为封面 众人大惊失色 万万没想到君璇小小年纪便是人一期巅峰的修文 修行界实力为尊 宁想龙的父亲终于换成了一副笑容 甚至直接称呼君璇为女婿 借着君璇奉上谢签的字画 这次这二位不敢想去 可打开后他们还是被震撼了 他们大呼这是圣人的真心 两个人激动地浑身发抖 君璇就知道 面对这等神论 他们一定会是这样的表情 宁想龙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收好画照 此刻的他已经喜笑欢迎 招呼君璇坐下 主妇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休息 等魔教奸细的事情结束 便可商量与宁想龙的婚事 君璇没想到这位老丈人就这么简单地同意 说好的红门宴呢 夜半三更 魔门圣女悄然出现在他的房间 伸出他柔软的丁香小舌 像小狗一样舔了一下他的脑门 可他却没有丝毫的喜悦欢迎 反而被吓出了满身的网号 这位魔门圣女最是爱吃福 他曾经说过 要是君璇有了别的女 就没收君璇的作案工具 而此刻 君璇就在宁想龙仙子的闺房里 下午时还刚刚见过宁想龙的父亲 马上就要做宁家的女婿了 可以说被抓了个人当病毒 但圣女皮横罗还是很温柔的模样 我皮横罗只属于刘君璇 只是君璇会只属于我吗 听着软眉的话语 君璇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感觉他的脑袋时刻 都有和身体分离的危险 不由下意识地朝着床里退了嘴 磕磕巴巴地问皮横罗怎么来了 皮横罗分不出喜目 但却步步紧逼 身体时刻压迫着君璇 他能来这里 自然是靠着缠心骨香丝铁 自从上次见到君璇后 可以说后面君璇的每一步动作 都在皮横罗的掌控之内 随后皮横罗还半开玩笑 他觉得那是君璇变深眼的大喜 好可爱的 君璇快哭了 都说温柔相视英雄主 想不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看到君璇慌了 并骄得皮横罗急忙安慰君璇别沮丧 可约是这样 君璇越觉得危险 不由地连连后退 皮横罗仍然风轻云淡 只是身子却始终与君璇保持着密切的距离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正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并响容来了 屋子里的皮横罗非但没有一点被抓包的害怕 反而似乎更兴奋了 他倾笑了一声 身子又朝着君璇靠了靠 君璇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他想杀了宁响容 以皮横罗合体器的修为 宁响容虽然是剑仙 但也绝不是他的对手 想到此 君璇急忙喝住正要推门进入的宁响容 门外的宁响容很奇怪 不由地询问怎么了 但君璇也不敢说实话 只能磕磕巴巴地让他在外面避 宁响容还是不放心 继续询问君璇情况 因为他觉得君璇的声音有些发动 君璇只好说他正练功到了关键时刻 宁响容的脑海中却忽然想到了 昨天他和君璇被捕丝音抓包的场景 那次他也是以练功为理由 搪塞捕丝音 难道这次屋子里面也有其他女人 这个魔门圣女有多邪恶 他旁边的男人是一个 盗门仙子即将成婚的情郎 可就在他们的婚房内 他却被这位魔门圣女控制住 关键是宁仙子此刻就在门外 可魔门圣女也根本不在乎 甚至他就是要在宁想龙面前霸占了他 这其实也怪不得魔门圣女 这都是君璇当年欠下的的感情战 此刻的君璇也反应过来 皮横罗恐怕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在宁想龙面前抢走他 屋子外的宁想龙 似乎有所感动 他想进门却不敢进 一方面是君璇不让他进 一方面他也害怕看到那些他担心的常语 倘若君璇怀里有别的女 该怎么办 但他也不想离开 两条腿像灌了牵一般沉重 直觉告诉他 屋子里肯定有情况 他抱着头痛苦地摇了摇 会不会是他想多了呢 可正在他纠结的时候 忽然听到屋子里君璇轻哼了一声 宁想龙立刻询问情况 君璇的声音很快传出 告诉他别担心 试炼功正在关店时刻 宁想龙沉吟片刻 随后他站在门前 双手结印为君璇护缝 君璇几次找借口让他先回去 可平日里温顺可人的宁仙子 却固执起来 就是要站在君璇的门外 他倒要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够动 画面一转 魔门圣女正抓住君璇的爪 不停地挠着痒的 君璇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护 他实在是太痒了 可又没办法阻止这位魔门圣女 到了后面 魔门圣女将君璇的头 放在他的膝枕上 可君璇没有感觉到丝毫放松 他欲哭无泪 病交的魔门圣女 越是这样越危险 刚才脑脚心 只是他觉得好玩 这回才是到了今晚的关键时刻 君璇任命地闭上眼睛 让皮衡罗动手吧 别折磨他了 皮衡罗二话不说 手刀向下斩去 可君璇却没觉得脖子疼 诧异地睁开眼睛 却见皮衡罗正抚摸着他的头 扶灵心智的君璇忽然感觉 皮衡罗那骨子病胶状态消失了 轻声询问他是不是不生气 皮衡罗叹了口气 你还知道我会生气 君璇也长叹一声 说他真的是喜欢隆隆的 皮衡罗阴森森地贺问 就不怕我杀了他 君璇却摇摇头 他觉得皮衡罗并不会去攻击宁仙子 说起来宁仙子也是无辜的 而皮衡罗恩怨分明 怎么会对随意伤人 皮衡罗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觉得君璇是懂他的 君璇也适时地探出手 轻抚着皮衡罗光滑的脸颊 柔声说他是全天下中最了解 最欣赏皮衡罗的人了 皮衡罗眼纱遮盖下的双眸 泛起点点泪花 他何尝不知道君璇是懂他欣赏他的呢 但是让他放手成全君璇和命相 把自己最爱的人拱手让人 他做不到 女孩一刀刺入了他的心房 可他的脸上 竟然还是一副笑盈盈的模样 他是魔门圣女 最是爱吃醋的他 原本计划是来没收君璇作案工具的 可刚刚君璇饱含深情的一番话 让他改了主意 一刀刺入君璇的心房 这一刀不是要杀了他 而是和紫霞一样 要在他的心里留一样东西 而且圣女把曾经中下的相思骨也剔除掉 既然君璇不喜欢那就去掉 从此以后君璇是他的唯一 随后皮横罗也不多说什么 静静地握在君璇的怀中 贪婪地享受着这片刻的温存 哪怕门外就站在宁想龙仙 皮横罗也丝毫不在乎 我行我素 果然是爱便取之恨便杀之的魔女 可君璇一颗心却跳得飞快 他的宁想龙正在房间外为他护发 可房间里他还抱着魔教圣女 这太刺激了 而且君璇偷偷看他与皮横罗的好感 发觉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锁定 这是超出了原有好感度限度的状态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死生不负 只是君璇不知道皮横罗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什么 一个时辰后 皮横罗从君璇身上爬起 在他耳边轻声道别 随后一股轻烟后 他彻底地消失在君璇的房间 皮横罗走了 君璇开心地在床上打起滚 这一仗打得实在是太辛苦 虽然看不见刀光剑影 可前面多少次他都有被割头的威胁 如果不是曾经君璇仔细攻略过皮横罗 详细查询过皮横罗的特质 这次肯定是废了 而现在最爱吃醋的皮横罗已经不会再限制他 他那三百多位好妹妹可以更快速地推进 君璇穿好斜下了床 一打开门 怀里却扑入了一个温香软玉 正是一直在门外守候的宁仙子 宁享荣非常的担心 特别是看到君璇心口上的血迹 连忙询问怎么了 君璇解释说他刚刚有些走火入魔脱了几口血 宁享荣一把抱住君璇 他心里很惭愧 他刚刚竟然还误会君璇房间里有别的女人 真是太不应该了 君璇心里吐好 女人的第六感实在是太准了 还好没有发现 可慢慢的 君璇有点扛不住了 宁享荣抱得他太紧了 他要窒息了 宁享荣急忙松开了他 扶着他在床上躺好 今夜 宁享荣要与君璇共起一事 他要贴身照顾受伤的君璇 深夜时分 一位到门仙子身着解衣来到你的房间 随后侧坐在你的身旁 顿时一股淡雅的幽香扑鼻而来 你觉得心旷神怡 仙子从他携带的药箱中拿出一颗丹药 想让你吃下 你觉得大可不必 你还很年轻也很强壮 但这位仙子却很坚持 甚至担心地哭了起来 为了让他放心 你只好把药丸吞了下去 随后仙子将双手放在你的背上 用他的灵力助你消化药力 很快药力散步全身 你感觉浑身发冷 仙子立刻为你铺好紧背 服侍你脱去外套躺好 他也侧身躺在你的身旁 用他的体温温暖着你 温香软玉在怀 你的爱意涌上心头 将他紧紧搂入怀中 一日清晨 你伸了个懒腰 神采飞扬地走出了房门 周围的丫鬟们见到你 从小姐的闺房中走出 不由得窃窃私语 他们实在是太羡慕小姐了 竟然能找到这样完美的男生 你是个谦逊的少年 听到这话心中 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虽然你一点缺点都没有 但称为完美 还是觉得受之有愧 而一群男弟子对你怒目而视 无非是嫌你拱了最水灵的白菜 但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就犹如黑夜中的萤火虫 吸引着那些彩蝶 你又不能拒绝他们 因为拒绝他们 他们就会很伤心很难过 来到义士大厅 昨夜仙子的父亲 也就是这水月物的物主 正慈眉善目地看着你 似乎非常满意你这位贤婿 可也有想不开的 一位水月物的长老 却想与你作对 他们身为魔教的奸行 却一直试图为 曾经死于你手的 一名魔教门徒报仇 这次他们更加的过分 甚至准备摆下招魂大阵 要把那位魔教门徒的魂魄 从封都中召回 以便与你当面对峙 物主本不想答应 但这位长老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懦弱的物主最终还是同意了 你察觉那长老似乎有阴谋 回到屋中与宁仙子商议 宁仙子气地拍而起 他恼怒长老的阴险 也为你着急 但你品了一口香名 却丝毫不慌 极为聪明聪慧 算无一策的你 心中已经有了解题之法 把游戏里所有美女的好感度刷满后 他穿越近了这个世界 刚开始确实很不错 道门仙子同床共枕 魔门圣女头怀送抱 但优秀的男人总是会被同性嫉妒的 这个老小子就设下阴谋想害他 据说要摆下血迹大阵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更坏的事情发生了 他竟然被几位魔门子弟堵在小树林 而且这魔门子弟境界高深 远非他这种穿越新人可以抗衡 就在他就要生死到消的一刹那 一道倩影飞身而至 一剑将那魔门子弟赐死 君旋本以为是他某个相好来救他了 毕竟他可是刷满了整个世界美女的好感度 有些美女更是宗师巨博 但眼前的丫头 他居然不认识 这让他有些兴奋起来 难不成当年还有一漏 君旋不由地询问他是谁 这位轻松少女只是清冷地回答他叫之意 随后他赢了一首诗 君旋却吓坏了 这首诗是地球的 在这个游戏世界中是没有的 他只有在攻略皮横罗时和他聊起过这首诗 君旋以为这位姑娘是皮横罗派来保护他的 姑娘虽然点头 可却欲言又止 顿了顿才说清楚 她是皮横罗的女儿 君旋震惊了 她和皮横罗可是还什么都没做过 而且就算是做过什么 女儿也不会一下子长这么大 而且她和皮横罗的好感度已经是锁定级别 她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只赢指了指君旋 意思非常明确 她的爹爹就是君旋 她是皮横罗用两个人的心头血做魂魄 转身连做肉身 炼制出的女儿 君旋这才明白过来 皮横罗竟然如此神通广大 前些天的那一刀竟然是取了她的心头血 为她孵化出一个女儿 还是化神器的女儿 随后指引身形闪动 消失在君旋眼前 她就会这样一直默默在暗中保护着君旋 君旋很欣慰 不过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以后她和她的好妹妹玩耍时 指引是不是也都在旁边看着 她是个大渣男 有三百多位好妹妹 今天她遭到报应了 魔教圣女用她的心头血 为她孵化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修为高强 偏偏又不安逝世 魔教圣女对她的唯一命令便是贴身保护君旋 于是滑稽的场面出现了 这天夜里 她抱起宁仙子 正准备与她共握一塌 宁仙子也是霞飞双甲 低声说她准备今晚救助者 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君旋哪还能不知道 可她忽然想起了女儿之影 有些是真的不太方便女儿在旁边看着 于是她先把宁仙子哄睡 随后低声轻换指引的名字 话音刚落 轻松少女指引就从床顶上探出了可爱的小脑袋 刚才她和宁仙子那炼尖情热的样子 果然全被她看薄 而且还是上帝视角俯视 君旋欲哭无泪 这也太尴尬了 于是她让指引换个地方 别在床顶上了 指引有些呆萌 不去床顶那去床里 还是床底下 君旋一个头两个大 这选项听起来 怎么那么不对劲呢 最后她只好妥协了 比起刚才那两个选项 床顶就床顶吧 指引却跳下了床 她悠悠地告诉君旋 其实她是一份礼物 是母亲送给君旋弥补遗憾的礼物 君旋满头黑线 皮横罗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一个女儿怎么还成了礼物 君旋温柔地拍了拍指引的头 告诉她别多想 父亲会好好照顾她的 指引颇有些诧异 口里喃喃地喊着父亲 可就在这时 刚才昏睡过去的宁仙子却醒了 朦胧中她喊了一声君旋的乳鸣 随后缓缓睁开了眼睛 结果就看到君旋浑身僵硬 一脸局促地站在桌旁 此刻君旋背后就是指引 若不是她刚才手急眼快 恐怕现在就要面对宁仙子的疾风了 也不知指引是否是感受到了 父亲后背的温暖 竟满脸温馨地把身子贴在君旋的身后 而且似乎因为她从没感受过父亲的怀抱 指引的两只小手 不禁缓慢地抚摸着君旋 而此刻的宁仙子也在望着君旋 君旋只能不停地善笑着 宁仙子倒是没看见之影 她有些疑惑君旋怎么还没睡 君旋只能撒谎她的练功 练功已经帮着这几位红尘男女背过不少锅了 宁仙子想了想 忽然面带桃花媚眼卢丝 她想和君旋一起练功 这若是平时 君旋恐怕早已经是恶虎扑式冲过去了 可现在她的腿都开始抖了 君旋此刻很慌 她的身后是一个亭亭玉丽的少女 而她面前的床上 则是一位昧眼如丝的盗门仙子 关键是她不能让盗门仙子发现她金屋旁调 可偏偏的少女一双小手却也不安妨 总是在她的背上摸索 她和少女之间其实没数见不得人的狗 但她是她和摩门圣女的女 虽然不是亲生女 却也是与摩门圣女的爱情组机 若是被盗门仙子发现 恐怕她的后院就不得安妮 此刻的盗门仙子要与她一起练功 可修红的双甲 饱含情意的双眸 无不透露出她可不止想一起练功那么简单 若是平时 君旋恐怕早已都挺身而出 但此刻的君旋哪里 她只好善笑着让仙子先休息 随后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 指着眼前的桌子大呼小笑 说她发现了一个新的暗器 随后便挪动着桌子 遮挡着身后的少女 一点一点推到门口 她的一颗心都快跳出心口了 等她好不容易从门中出来 她的衣服都快被汗水浸湿了 来到花园中的她 终于松了口气 看来是活下来了 此刻的少女也终于开口 告诉君旋她只是个礼物 君旋摸了摸她的头 虽然一夜之间女儿都这么大 但她还是觉得她很可爱 随后看少女的衣服有些没有穿好 又贴心地帮她系好袋子 君旋与少女的相处中 感受到了一些父爱的成就感 可就在这时 她却听到背后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喊 君旋一回头 宁享荣双眼含泪的面庞出现在她的视野 刚才宁享荣便觉得君旋举止奇怪 不由地跟出来看看究竟 却发现君旋在词汇青春美少女 顿时背同心来掩面大哭起来 君旋急忙来到宁享荣的身旁 她立刻承认错误 随后才轻声解释那位少女是她的女儿 可宁享荣根本不相信 君旋此刻也才18点 哪冒出一个16、17岁的女儿 君旋不得已和她介绍了魔教圣女皮蓬罗的手 听到是皮蓬罗的女儿 宁享荣却忽然止住了哭声 她可以败给任何人 但唯独不能忍受败给皮蓬罗 盗门和魔教的两位圣女是侍 你皮蓬罗不是恋化出一个女儿 那我就和君旋真正生意了 这四位千娇百妹的家人都对她情根深重 而且最让人称奇的是 他们也接受其他姐妹的存在 盗门仙子宁享荣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她虽然接受君旋有别的女人 但心中总还是酸酸的 她忍不住询问君旋外面到底还有多少个好妹妹 君旋打开了她的图鉴界面 认真地数了数 缓缓伸出了两根手指 宁享荣偷偷松了口气 算上他们四个 君旋一共也就只有六个 大丈夫三妻四妾倒也还好 但她还是格局小啊 君旋的两根手指代表着还有二百多位 并且实际上是二百九十六个 算上他们四个刚好三百人 这是一个加强连的配置 其实君旋也很无辜 作为一位甘地和老色P 她三年时间在游戏里攻略了三百多位姑娘 很正常吧 谁能想到她穿越近了这个世界 好不容易将并想荣安府过去 第二日 君旋来到了九恒山 作为一个穿越者 她对于游戏里的藏宝低了弱指掌 很快她便找到了猴群所在 这九恒山的猴子 有一个奇特的宝贝 那便是猴儿九 而猴儿九是另一位大美女夫环最喜欢喝的 夫环是君旋要攻略的第五位妹妹 猴儿九是必须要有 君旋一把火赶跑了猴群 不但娶了猴儿九还获得了一枚避水族 算是意外之喜 此刻在池宇山庄内 坐在房檐上的黑丝美女福环 其实心中也在想着君旋 掐着手指算来算去 这已经是君旋离开的第六日了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这时福环的背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莫非是君旋回来了 福环急忙转身 却失望至己 来的人是池宇山庄的克卿唐山 这人很是游泥 见到福环漂亮便与她搭话 福环看到她就讨厌地戴上了面具 然后生硬地拒绝了她的邀约 这位唐山恼羞成怒 大和福环是不是不给她面子 随后就要动手 若论武力福环还真不是她的对手 不由得心中一紧 好在这是一道醇厚的声音响起 克制住了唐山 来的人自然是君旋 唐山色力内人地嘶吼威胁着 但君旋人狠话不多 上去便是一记袭击 把唐山踢飞出去 唐山还想运功报仇 君旋一巴掌拍在她的后面上 生生将她击晕了过去 随后君旋掏出猴儿酒 抛给福环 福环刚刚被救 一颗芳心症剧烈阵战着 此刻又见君旋为她找来了 最爱的猴儿酒 顿时霞飞双甲 主动跳落在地面上 她害羞地问君旋 怎么还记得猴儿酒 她当时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实在是太麻烦君旋了 君旋自然懂了 女人的随口一说便是认真期待 女人说太麻烦了就是很欢喜 到底是多大的恨 才能让一个人献计半数 寿命开启阵法 她是水月物的长老 自觉地在君旋面前失了面子 而这份难堪最终转化成了怨恨 不杀死君旋 她宁可去死 黑漆漆的天空中雷电奔逃 道道心红色的光环仿佛毒蛇 构成了血迹大阵 正在与宁想荣温存的君旋 也感觉到了一阵阵心惊肉跳 仿佛要有大难来临一般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功能 那么请看宁想荣 她察觉到了君旋的紧张不安 便服在她的怀里轻声安慰 伴赏君旋的紧张感终于逐渐消脱 第二日 君旋昂首挺胸地走出房门 宁想荣挽着她的胳膊 寸步不离地陪在她的身边 遇到事情不抱怨 陪着男人一起走过宁宁 这恐怕是中国女子最柔认的刚强 水月物的物主 以及所有的门派弟子都来了 这长老缓缓搏不来到大阵前 接着释放出全身的灵力 请客间一道道巨大的柱子拔地而起 与此而来的是一股强大的妖气 水月物的物主顿势便是眉头一皱 之前她允许摆下这血迹大阵 便是长老要招魂出魔教弟子与君旋对峙 可现在怎么是妖气 但此刻的长老脸上都是疯狂 她招魂是假 但摆阵是真 这阵法只有一个作用 便是释放出囚禁在湖底的妖兽 很快一条黄金色的巨龙出现在众人眼前 气息破人 而且被囚禁数百年的她眼中全是怨恨 她在长老的指挥下朝着君旋冲去 这便是长老最阴毒的魔祖 可君旋不急不忙 掏出一张弓 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 射天狼 一道金色的剑 使如流星一般射入巨龙的口 让她痛苦地不断嘶吼 君旋心中暗暗冷笑 还以为这长老能有什么后手 原来只是一条画神奇的龙而已 巨龙落败 长老很快被物主经拿 而巨龙也瘫软在君旋身前 君旋让她化形 龙身一阵扭动 变成了一只小猫咪 但她口吐人言 竟是一个软萌妹子的声音 君旋让她化成人形 很快一个身材恶魔的黄山少女 出现在君旋身前 早上君旋正在逗弄一只黄猫 大家都懂黄猫是谁 不过这时宁想荣却带过来一个消息 据说青莲剑子正在朝着水月雾赶来 君旋不敢相信地又确认了一遍 是否是太清阁的沈思凡 宁想荣肯定地点点头 听了这个消息 君旋整个人垮掉 原来几天前 太清阁中 沈思凡正在与阁主对坐 他们正在讨论君旋识破魔门奸细 阁主不小心说出了君旋 马上要成为水月雾女婿的声 沈思凡当场就炸了 沈思凡也是君旋 刷满好感度的姑娘 只是这位和皮横罗差不多 十分的爱吃醋 不可能接受其他女人 踏上飞剑就朝着水月雾赶来 路上一个帅哥搭讪 沈思凡一耳光把他扇飞 可见是动了真怒 他甚至都做好了准备 假如君旋和别人成了亲 那么他就杀了君旋 他转而去修太上忘情之道 水月雾中的君旋正准备跑路 他知道沈思凡是奔着他来的 旁边宁享荣也很无语 他这位夫君情债实在太多了 收拾了一个小包裹 带着小黄猫 君旋疯狂跑路 可就在一片山林中 一柄如秋水般的长剑 忽然刺入君旋面前 接着一道轻盈的身影 踏在剑柄上 正是沈思凡 他清冷地对君旋打了个招呼 但能看到沈思凡面板的君旋 却欲哭无泪 这次是死定了 沈思凡干净利落 用剑指着君旋 贺问他是否成亲了 君旋摇紧牙关摇头说没有 随后做出一副三分委屈 气氛失落的神情 说他目前只有化神七 已经是半个废人 根本不值得沈思凡关注 沈思凡果然开始询问 君旋修为下降的原因 可见见并没有离开君旋 说明沈思凡并没有放下 对君旋的怀疑 正当君旋要编不下去的时候 忽然一个身影出现在两人身旁 男人在什么时候智商最高 一定就是在被老婆发现 他有其他好妹妹的时候 君旋此刻的脖子正在被一把长剑抵住 因为对面的妹子怀疑他有了其他妹妹 正当君旋谎话连天百般狡辩 抵死不认的时候 一名男修忽然出现在二人附近 这名男修想要挑战女子 他是新剑派首席弟子 而剑指君旋的乃是太清格的青莲剑女 两个门派为了争夺剑道魁首的名誉 已经争斗了数代 上一代新剑派落败 这一次男修想挽回新剑派的荣耀 君旋心里面可乐开了花 不论这位大哥是为什么而来 这都是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啊 沈思凡最开始不想搭理这位男修 可架不住他的几次拱火 最终沈思凡只好应战 男修好意地提醒君旋离远一点 君旋上前一步握住了男修的手 随后君旋赶紧跑路 背后二人已经交上了手 一口气跑出几公里外的君旋 先是施展出替身术 幻化出他自己 让这两个指人玩了命地往前跑 随后又换出女儿之影 请他施展梦幻泡影之术 将他一容成浪荡公子的模样 最后他又把所有携带的美人卡 全部卸下来 让自己的修为跌到只有助击期 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 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君旋这才略微安心下来 最后他还有一招 如何能隐藏住一粒沙子呢 是把他埋在沙漠里 他带着他的徒弟以及小黄猫来到了万剑城 这里正在举办观潮听见大会 许多修士都聚集在此 在这里浑水墨鱼最是稳朽 交了两枚零食 君旋正准备进城 可忽然身旁驶来了一辆马车 但拉车的不是马 而是两匹碧水晶晶瘦 足见车脸的奢华与尊贵 只是君旋却暗暗害怕 这辆车太眼熟了 好像是悬音世家叶茨科的作家 而这位叶茨科也是君旋 刷过好赶布的好妹妹之一 君旋要死的心都有了 躲过了沈思凡 难不成要栽在叶茨科的手里 君旋的冷汗都出来了 悬音仙子叶茨科如果发现了他 他就废了 也许叶茨科不会直接杀掉他 但他的行踪绝对会暴露 倒是沈思凡遇见而来 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他欠了太多情债 作为渣男界的祖师爷 他在游戏中攻略了三百多位小姐姐 可谁想到他穿越近了这个世界 这下乐子大了 此刻的他正在被几位修为高深的小姐姐追踪 要没收他的作案工具 怕什么来什么 正坐在车碾中的叶茨科忽然叫停了马车 他的侍女急忙跪坐着聆听他的吩咐 不多时侍女站起身 朝着所有围观群众说 他家小姐深感打扰到了大家 要给每个人发50枚零食 君旋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 这明显就是想近距离接触每一个人 他打开图鉴 果然属于叶茨科的卡牌已经激活 而且正处于推演天机的状态 看来这些个修为高深的大姐姐 都有一套查询道理并未的手段了 好在君旋此刻一容比较彻底 不是近距离接触的话 叶茨科还无法发现他 眼珠转了转 君旋急忙在人群中大声吆喝起来 他要挑起大家和叶茨科之间的矛盾 让大家都也不去理 否则只有他不去领灵时 直接就暴露了 众人在他的煽动下 果然有些犹豫了 这时候星剑派的首席弟子又出现了 这位也在帮着君旋说话 在他的引导下 大家纷纷声讨起玄鹰仙子叶茨科来 君旋正准备趁乱开溜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侍女与叶茨科商量一番后 从五十零食加到了五百零食 顿时所有人都争相起来 大家规规矩矩地等在一旁 马车内的叶茨科正在潜心推翻天机 正如君旋所料 他是感应到了君旋就在附近 此刻的他已经怀疑到了带头闹事的君旋身上 他嘱咐侍女好好盯住君旋 同时他要摆下万箭大阵 彻底将这座城池封锁 到时候绝地三尺 不怕找不到君旋 这世上有一种女人 她们不需要男人就能生孩子 她们从出生的时候 就会半生一颗玄灵珠 成年后吞服下去就会受孕 而且十月怀胎后必定会生下一个女儿 她们就这样代代传承 这就是玄鹰世家的奇异之处 而玄鹰世家的圣女叶茨科 此刻正准备与剑阁的城主密谋一件大事 这城主也是个千娇百妹的女子 她是上代阁主的遗孀 叶茨科刚走入剑阁的内宅 却忽然看到了城主段兰若正在提笔写字 写的正好是君字 君旋的君字 冥冥之中叶茨科有些感应 莫非这城主是在思念她 但她感觉自己太多疑了 两个人客套几句后 叶茨科提出了想借用剑阁的万箭大阵 但万箭大阵作为剑阁的底牌之一 自然不肯轻易接人 不过叶茨科实在是太富有了 用两条灵脉再加上明铁矿脉 以及剑阁曾经遗失的一笔名剑作为代价 硬生生让段兰若同一行人 叶茨科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究竟是想做什么呢 段若兰非常的好奇 叶茨科也没有瞒着 说她是为了找一个人 段若兰还是很不解 究竟是找什么人值得玄音圣女亲自出面 并且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 叶茨科缓缓讲述了关于君旋的一些特点 诸如神秘莫测来去无痕 仿佛有着穿梭时空的能力一般 但这些话在段若兰的耳中却如炸雷一般 她手写的君字就是君旋的君 而通过叶茨科的描述 她已经断定叶茨科就是在找君旋 而敢对玄音世家这等女儿国下手 也只有色胆包天的刘君旋能干得出来 毕竟当年她可是把自己给那样了 想不到君旋此刻已经来到了剑阁城中 但心中想了这么多 段若兰表面却不动声色 只是要求在叶茨科使用万剑大阵时 她也要在旁监督 她心中已经有了算计 叶茨科来抓君旋 被抢抢了 那么她自然是要救君旋 这样才能让君旋看清到底是谁对她更好 而且君旋已经到了她这里 万万没有拱手送人的道理 若是能把君旋长久地留在这里 日日夜夜都能光明正大 而不是之前的偷偷摸摸 那该有多好啊 她有收集品 在一款游戏中 她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可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足足有三百多位好妹妹等着她重新 不过此刻她却很慌 当时她刷好感度的时候 刷了好多个牛皮哄哄的姐姐 这些姐姐不但漂亮 每个都还不简单 全是个派各地的圣女成祖公主皇后之类的 这些个女大佬们听说了她出现的消息后 立刻云集而至 来一个人是好事 来两个是美事 但好多个大佬一起来就是祸事了 因为她摆不平 而且这些女大佬们知道她有其他红颜知己后 就开始了修罗场 沈思凡已经追杀她三千里了 而叶茨科也准备摆下万间大阵 挖地三尺也要把她找出来 好在有几位更年长一些的女大佬不是很在乎 她们更享受和君璇在一起的愉悦感 而不是像那些小姑娘一样喜欢独占 被一路追杀的君璇躲进了剑阁 剑阁的城主段若兰也是位大佬 她就准备帮帮君璇 而君璇下榻的客栈老板娘乃是一只千年玉面狐妖 她也不在乎君璇有多少好妹妹 君璇见到老情人 真的是倍感亲切 立刻走上前说出暗号 胡九娘用鼻子轻轻嗅了嗅 顿时眉开眼笑起来 她已经认出了君璇的气味 此刻因为听朝剑会即将开始 所有客栈到哪 胡九娘抛了个媚眼 让君璇和她一个房间住 不过君璇还带着新建派首席弟子这个脱油瓶 所以肯定没法与老板娘同住 但九娘立刻又给他们找了一间上房 新建派首席弟子这个脱油瓶倒也懂作 自己去住下面的通铺 把上房单独留给了君璇 一路上老板娘打听着君璇的近况 见君璇一容 老板娘猜出君璇又惹了桃花债 忍不住劝她收收心 但君璇已经收不住了 当年她只是在游戏里刷好感 谁能想到会穿越过来 就算她想收 但那些个好妹妹们能放过她吗 但君璇怎么也没想到 等到夜深人静她酣睡之后 她一直待在身旁的黄猫 不知何时变成了一位妙龄黄衣少女 她要抢在那些女大佬前对君璇做些事 造孽啊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床上有这样一位名模好齿的姑娘 你很心动 但忽然想起来她是一条交融锁化 于是你更兴奋了 这姑娘有化神器的修为 但不知怎的身子一软 就躺在了你旁边 她是你的坐骑 但是最近她非常的懒惰 经常变成一只黄猫骑在你的头上 夜里甚至偷偷化为人形跑到你床上 到底谁是主人谁是坐骑 你打算和她好好聊一聊 可她居然还委屈起来 说她是尊贵的赤霞琉璃娇 有真龙血脉 不能做人类的坐骑 随后还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 但你不为所动 这恶骄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 否则以后肯定要翻上天去了 你两根手指一探 重在蛟龙灵魂深处的契约发挥作用 她立刻跪在你的面前 随后化成了一只乖猫 你很满意 只是她眼神中却有着浓浓的忧怨 似乎在埋怨你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大指南 让她变成坐骑有什么像的 可是这小姑娘哪里知道你的欲情故纵 你经常脱条 你把她哄睡之后 立刻亲手亲脚出了房门 来到了客栈老板娘的房间外 这才是你无视那丫头的真实原因 你与老板娘约了三更见面 此刻已经有些迟到了 果然老板娘见你进来 也与你是不是不愿意见她了 随后还调侃你之前都是叫她轻轻久而的 现在却叫她老板娘 你有些尴尬 莫非今夜要鸡飞蛋打 老板娘继续扭过头自言自语 说她很理解你 毕竟春宵一刻值千金 那小蛟龙比她这只老狐狸要紧多了 你看到旁边婴儿床上有一个可爱的女婴 急忙岔开话题 老板娘这才放下对你的调侃 介绍起这女婴来 这婴还名叫胡芝芝 是老板娘一年前在山上捡的 而且在老板娘的感知中 这女婴并不是人类 因为在捡到她时 女婴就一直没有丝毫介力地飘在水面上 她的身上一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在她抱起这女婴时 漫山遍野的动物都在顶里摸摆 没有比这更加离谱的了 君璇一身的豆腐 都被美女城主偷吃光了 前些天君璇惹了一身的桃花战 被几个女大佬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无奈之下她只好躲到了一处老情人的家里 老情人乃是一只玉面狐狸 她不在乎君璇有多少好妹妹 她还在为君璇出谋划策 等君璇说出她不但招惹了青莲剑子沈思凡 还有玄英圣女叶茨科 以及剑阁城主段若兰时 玉面狐狸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气自然是因为君璇如此花心 但看着君璇被几个女人的醋意 弄得焦头烂门狼狈不堪时 又觉得有些好笑 应该不会找君璇的麻烦 其实她真的猜准了 此刻的段若兰正在暗中收集君璇的消息 听说有个年轻男修下塌了狐狸精的客栈 叶茨科和沈思凡也在调查这位男修时 段若兰立刻就猜出这人必定是君璇 其他人怕是没这么大本事 能招惹这么多漂亮姑娘 而与此同时叶茨科的侍女 也在和叶茨科汇报着打探来的消息 她心思单纯 没有识别出君璇的伪装 这样的汇报误导了叶茨科 但叶茨科也没有放弃 她准备继续使用万剑大阵逼出君璇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 注定是掌握更多信息的段若兰更胜一筹 在一次青年才俊的酒会中 她便借着提携后辈的名义 来到君璇的身前 一双温暖的手不断抚摸着君璇的手 随后还递给了君璇一块她的令牌 这令牌权限极大 可以自由出入万剑城 而且令牌的背后还写着我想你了四的字 君璇知道被段若兰认出来了 但还有外人在场 所以也只能与段若兰一起演戏 可一身的豆腐却没少被段若兰偷吃 酒会散场 段若兰也不打算放过君璇 借着送君璇的名义 把君璇硬生生拉到了一块假山后面 四处无人两个人终于相认 段若兰先是生气君璇来到了这万剑城 居然没去找她 反而去找什么狐狸精 而且还招惹了那么多的女孩子 随后伸手一勾君璇的腰带 便把君璇推倒在石头上 她避咚着君璇 忍不住吻了吻君璇的额头 她就是要在这里 解一解相思之苦 这下彻底完蛋了 君璇正在与美女城主郎情窃一整 却被青莲剑子抓了个陷阱 昨天美女城主把君璇拖入假山后 而并撕磨解了相思之苦 但九汉逢甘邻的美女城主怎么把持的 第二天在一处青色的楼房内 她又迫不及待地找来君璇 准备再解一解相思之苦 而且还把她收养的义女介绍给君璇 这一女也是个十足的美人胚子 她是美女城主为君璇准备的女 可他们不知道就在这时 青莲剑子沈思凡 却用密法找到了君璇的功绩 伴随着一道金色的灵光 沈思凡踏破窗户来到了屋子里 此刻的君璇身后是温柔暗间的美女城主 身前是跪倒垂腿的一女 当真是红袖衣人夜天香 君璇三人见到沈思凡都有些猛圈 这位是怎么找到这来的 可沈思凡整张脸都黑了 喝着君璇的谜子 提着宝剑就要杀过来 君璇都要吓尿了 可就在千军一发的危急时刻 一张束手握住了沈思凡的宝剑 正是美女城主 滴滴答答的鲜血顺着剑人低下 此刻的美女城主浑身闪耀着金光 爆发出冲天的气势 美女城主虽然修为不如沈思凡 可也是货真价实的合体七大王 由于沈思凡一战的实力 而且这里是他的万剑城 只要他一声令下 万剑大阵发动 沈思凡也只能避其锋芒 可沈思凡不打算认负 他好不容易找到君璇 他要抢走他 沈思凡贺问美女城主 为什么要和别人丈夫勾起 但美女城主毕竟是年长的嫉妒 更加的成熟老大 丝毫不慌地指着一过容的君璇 告诉沈思凡这是他的同样子 是他从小养大的正太 并不是沈思凡的丈夫 君璇借泼下驴 急忙朝着沈思凡拱拱手 表示他并不认识沈思凡 沈思凡一时之间有些举气不定 美女城主从小养正太 做他的同样子 这件事对城主的声誉影响很大 如果是用这种谎言来为君璇遮掩 那美女城主的牺牲也太大 见沈思凡陷入思考 美女城主急忙趁热打体 告诉沈思凡寻人的术法 容易被其他气息迷惑 会有一定的失败几率 沈思凡想起他曾经 被君璇的替身服骗了好几天 相信江仪有些相信了城主的话 美女城主见火候差不多了 侧过深一指君璇 邀请沈思凡与他当面对职 可以检查下身体 看看有没有伤痕胎记之类的 沈思凡羞红了脸 他之前和君璇也只是眉目团情 哪里知道君璇身上有什么记号 而且万一这人不是君璇 岂不是看光了美女城主的小账呢 沈思凡摇了摇头 随后一转身纷纷地离开了 等到沈思凡走远 美女城主眼的小口笑了想 这女娃还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她已经有九个好妹妹了 一间房都住不下了 但她在这个世界中 其实还有三百多个好妹妹 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这群好妹妹们 她决定设立一个皇后这样的角色 这个皇后可以帮着她统一后花园 她觉得美女城主就非常不错 成熟稳重聪慧十大点 刚才若不是她临危不乱 恐怕沈思凡就把她捉走了 这位美女城主一定能够帮着她降服更多的想蜡金 这时她的女儿知影也来到了屋子内 美女城主一见指引顿时便把她拥入怀中 指引是魔教圣女皮横罗恋化出来的女儿 从未感受过母爱 美女城主的这一举动让她倍感温暖 不知不觉间对美女城主的敌意变淡了下去 也紧紧抱住了美女城主 看着这一幕的君璇 更加坚定要把美女城主立为皇后的想法 后花园和睦相处 是她最大的愿望 不过她还是有些不放心 因为管理三百人已经相当于是大型公司CEO的管理贷款 这对美女城主也是很有挑战性的 还需要再考察考察 一夜无话 第二天君璇回到客栈 狐狸金老板娘鼻子轻轻嗅了嗅 立刻闻出君璇身上有女人的香气 而且还是两个不同女人的 这让狐狸金老板娘不由得有些脸热 真不愧是她看中的男人 就是这么受女人欢迎 回到房间中的君璇 忽然有一个新奇的想法 在地球中 不同的物种是不能结合生育的 这其实是一种生殖隔离现象 主要是因为基因无法匹配 但在这个世界 妖族魔族都可以幻化成人形 那么人族与妖魔到底有没有生殖隔离吗 作为伟大的穿越者 君璇觉得她有必要做一个严谨的科学家 她拍了拍正在睡懒觉的黄猫 黄猫吓了一跳还以为她犯了什么错 君璇一本正经地要与她一起研究 吓人妖结和是否会有生殖隔离现象 黄猫没太听懂 但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只要不是拿她去做财 其他的随便君璇怎么折腾 君璇见她答应了 抱起黄猫命令她幻化成人形 君璇不知道她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此刻玄音圣女业此刻 君璇已经与青莲剑子沈思凡见面 他们共享了情报之后 立刻就发觉此人便是易容过的君璇 两位爵士美女一起寻找君璇本事美事 可他们并不是省油的灯 若是不能独占君璇 他们都准备杀掉君璇 这对君璇可就是天大的祸事了 尤其是红衣的叶茨科 听闻沈思凡的情报后 她数次爆炸 她以为君璇有六个好妹妹 这是她万万不能接受的 可她还是格局小了 实际上君璇有三百家的好妹妹 但此刻的君璇完全不知道这些 她正准备去为她自己换一柄武器 而她作为一个筑机器五层的小喽啰 想换好武器自然要吃软饭 于是她又找了一位前世的老乡好 虽然没有直接见到她 但凭着她的信武玄武正直 君璇顺利地拿到了杀心恶胆这柄旗剑 她也知道 一旦她拿起这柄剑 那位老乡好夏侯曾一遍会知道她的位置 到时候肯定会跑过来与她相见 但君璇也不在乎 毕竟追杀她的女大佬都已经有三四个了 多一个也无所谓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夏侯曾一竟然出现得这么快 她的意识刚进入杀心恶胆的剑内 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君璇吓得连宝剑都扔到了地上 君璇冷静下来想了想 感觉有些不对 刚才那具身影的气息 有些像剑灵而非真人 于是她再次把意识投入杀心恶胆之中 此刻夏侯曾一挣了一杯美酒 招呼君璇过来 见君璇有些犹豫 夏侯曾一顽皮的眨眨眼 难道要让人家喊你主人 你才肯过来吗 君璇来到她的身旁 询问她到底是谁 她轻轻一笑 说她就是夏侯曾一 如假包换的心仪真君 那个视君璇为宝贝的人 君璇听到这里立刻愤愤不平起来 当年心仪真君夏侯曾一 可不是把她当宝贝 那完全是当玩具 但夏侯曾一没有接话 反而主动说出实情 说她就是夏侯曾一炼制出的剑内 刚才只是想吓唬夏侯君璇 君璇刚刚松了一口气 这位剑铃悠悠的说 我知道你是刘君璇 说是要对心仪真君真之又真 可一转眼你便消失了几年 而且还和其他的女人勾三搭四 君璇快吓哭了 看来夏侯曾一全都知道了 否则这剑铃怎么会这么清楚 她此刻真的慌了 有五个女人都准备没收她的作案工具 其中两个已经结成同盟 有一个藏在她的建筑 还有两个在赶来的路上 这些个女大佬曾经都与她密理调友 但得知她还有其他好妹妹好 她不可避免地翻车了 好在也有大老师帮她的 这位美女城主就把她扑倒在床上 避过了悬婴圣女叶茨科的意见 但这一幕也给了叶茨科发难的机会 叶茨科猛地推开门 红衣凛冽带着一股煞气 似乎是要把这些年的忧怨 都化作手中的剑 在美女城主身上次挤得过 可若是女生有段位 美女城主显然已经达到了王者 她在君璇身上 她丝毫没有起来的意义 反而告诉叶茨科 她准备和君璇做一些奇妙的事情 问叶茨科要不要观摩悬心 君璇一听这话 要死的心都有了 这两个女人是杠上了呀 叶茨科气得浑身发抖 不断喝骂着无耻荒唐 可美女城主到底是聪慧十大体人 她把话题逐渐引导 算她之所以可以拥有君子 是因为她包容君璇 甚至也包容君璇的其他好妹妹 但叶茨科作为悬婴世家的少女 也不是省流的灯 她脸色很快恢复了平静 随后一脸戏谑的嘲讽美女城主 说你的前任丈夫尸骨未寒 你便与刘君璇再次躲起 你对得起谁 这一块绝对是美女城主的软胎 她不由得也有些目的 从君璇身上爬起 再次挑明她曾经完整地拥有过君璇 那感觉美妙极了 然后还故意问叶茨科 当你的悬崖珠被别人把玩时 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也是杀人诸心的一句话 君璇一个头两个大 世界为什么还没有红面 而且此刻现身的还只有叶茨科 与叶茨科结盟的沈思凡还没有出现 她去哪了呢 叶茨科听了美女城主的话 久久地沉默着 颤抖的身子显示出她并不平静 但她没有与美女城主斗争 反而叫来了一位间隔的长老 接着大声地揭发美女城主行为 不端与男人思考 没有任何品行支撑 她继续做间隔的城主 美女城主银牙咬碎 十分坚定地说她亲者自亲 叶茨科冷笑 你的亲者自亲 是指骗我玄音家旷白 还是与我的男人四通 言辞四刀 句句弯在美女城主的心间 不过这时一直躲在后面的君旋 却站了起来 若是平时她也就躲 但美女城主为了维护 被别人一直攻击 她作为美女城主的女 肯定要站出来 君旋喝住了叶茨科 随后义正言辞地告诉叶茨科 美女城主什么都没有做错 不能因为喜欢她 就要被弄得身败泥泥 这对她不公平 刹那间美女城主和叶茨科的 两双眼睛都聚焦在君旋身上 美女城主满是意外感动和幸福 而叶茨科的双眸中除去意外和愤怒之外 也有一抹欣赏 这个男人正被一名红衣女子用剑指着 但一个小时之后 这名女子会主动坐入男人怀中 其实这源自于男人的后院起火 本来只是两个女子之间的争吵 但男人保护了美女城主 而没有去安抚这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自然十分不满 但美女城主的一女 趁着她没有防备偷袭成功 一下子将她控制住 她本想自问 但一女也是武功高强之辈 立刻收起匕手 并且用手指撑开红衣女子叶茨科的嘴巴 防止她咬舌自尽 就这样叶茨科被俘虏收押 而君旋一觉醒来 却忽然发现叶茨科一山半截 浑身只穿了一个单独的小衫 正睡在她的旁边 最关键的是 君旋此刻的修为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上涨 这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君旋炼化了叶茨科半生的悬崖珠 所以只要她在女子的身边 他们二人的修为都会飞速提升 并且两个人相互吸引 身体也会有十分愉悦的感觉 睡梦中的叶茨科也有这种愉悦的感觉 所以不由地往君旋身边蹭了蹭 随着两人身体的触碰 顿时两人的身躯都一阵苏马 仿佛电流经过一般 叶茨科逐渐清醒过来 她自然是埋怨君旋的 可一方面身体很舒服 另外她心中也十分地爱君旋 同时在上一集君旋全力维护美女成组 充分表明君旋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这三项合在一起 叶茨科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君旋 正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了说话声 正是美女城主段若兰过来了 听见这声音 叶茨科心中一动 她立刻跃到君旋的怀影 摆出一副十分亲密的姿态 她要让段若兰吃醋 她要让段若兰不爽 她要狠狠地报复段若兰 可让叶茨科意外的是 段若兰进来观察一番后 便说叶姑娘动作很生素 要不要她叫一叫 说着话 甚至来到了叶茨科的身后 探手摸索着叶茨科的腰肢 这让叶茨科脸颊飞红 君旋看着这一幕也惊呆了 一颗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一位风韵家人与一位青春少女 与你共寝一试 是一种什么体验 君旋盼望的一件双雕没有发生 但她与叶茨科一番谈心之后 终于让这位玄英圣女不再对她抱有敌意 而且美女城主的宽容与大度 为玄英圣女立下了非常好的榜面 玄英圣女也逐渐能接受与其他好妹妹一起分享君旋的爱 叶茨科一番乔装后与君旋一起回客栈 帮着她照看她的山海之灵 看着她宠溺的模样 君旋丝毫不担心以后的叶茨科也一定是一位好母亲 这对君旋来讲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但却还有一个重要危机没有解决 那便是见仙沈思凡 这一天 君旋忽然感觉被人撞了一下 一股香气钻进了她的鼻子里 但她却打了个冷战 撞她的人竟然就是沈思凡 这位她曾经的老相好 可是辗转追杀了她三千里 沈思凡没有想象中的愤怒 但她想问一个问题 假如她和美女城主只能活一个人 君旋选择谁 这是一道送命题 堪称修仙界的老婆与妈同时落水 君旋好不容易摆平了叶茨科 就一直防备着沈思凡 甚至命令女儿指引一直警戒着 但还是让沈思凡发现了她的踪迹 假如君旋此刻选择美女城主 恐怕沈思凡就会当街杀人 但若是选择沈思凡 敷衍奉承的嫌疑也很重 沈思凡清冷的声音继续响起 她告诉君旋她不会动手 毕竟她代表着太清格 而美女城主代表着的是剑格 只是想从君旋的口里得到一个答案而已 臭宝们 好感度刷满之后 已经更新至漫画的最新章节 之后漫画更新我才能继续更新了 我会寻找新的漫画解说 大家有推荐的也可以评论区留言 这个女孩很喜欢她 却追杀了她三千里 只为在她这里寻得一个答案 假如她和她的红颜知己必须选择一个人去死 她会选择谁 这就是修仙世界中老婆和妈掉在河里先救谁 面对这个无解问题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会把活下去的机会给了她的红颜知己 女孩失落地低下头 男男自语你怎么连假话都不肯说呢 可她却又深情地补充了一句 但我愿意与你同生共死 女孩愣住了 胸中白转千回一时雨色 她继续解释 假如有一天你们真的陷入险境 就如你所说只能活下来一个 我愿意把生的机会给断成主 然后和你一起共赴黄泉 女孩的眼睛里全是晶莹的泪花 脸蛋也有些羞红 可嘴上却称怪君璇不老实 这算什么回答 随后还扭过头假装生气地说这是狡辩鬼辩 但作为情圣 君璇哪还能看不出她的心思 贪贪手说这就是她的真心答案 随后深情地捧住女孩的脸 告诉她你们两个都是我的翅膀 我不忍心放下任何一个 失去任何一个她都活过了 女孩一扭头 娇贺一声她知道了便飘然而去 看着沈思凡消失在人群中 君璇长长地松了口气 刚才差一点她就废了 还好用一个聪明绝顶老谋 深算老奸巨华的心机回答 蒙混过关了 而且经过这一次 沈思凡明显是被打动了芳心 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今天这样的危机了 君璇还真的猜对了 夜里沈思凡的哥哥来找她 希望能带她回家 并且不允许沈思凡再和君璇接触 沈思凡前面还好好的和哥哥解释 可听说不允许和君璇接触后 修得一声拔出了配件 哥你看我这大宝剑亮不亮 她有奇怪的收集品 在一款游戏中 她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而后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好家伙 有三百多位好妹妹等着她重新 美人多了 她就成了戏汉物 坐着就有人端茶倒水 躺着就有人捏肩垂腿 甚至晚上和谁在一起 谁就会开心地合不拢嘴 她自然是美得找不到北 但她也不是没有繁忙 比如这位 她是一位女大佬 所谓女大佬就是修为很强的女性 她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 就想要独占她 昨天她哥来劝她 她就让她哥看看她的宝剑亮不亮 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 更是用剑逼着君璇跟她回家出对象 可这吃毒食的行为 引来了其他女大佬的不满 很快黄衣妹妹震怒 红衣妹妹也登场亮剑 吃瓜群众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眼前的这三位姑娘 且不说各个花容月貌都是角色之姿 每一个都是一方大势力的圣女级别 这三位都在争抢这个不起眼的家伙 大家想不通他们输在了哪里 可就在三女征夫的时刻 其实一场浩劫也在一幕 摩门续起抛中了红水 此刻已经决堤 奔流向大家所在的万剑城 倘若没有办法阻止这洪水 万剑城中的凡人恐怕要死去十之八九 君璇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可女大佬沈思凡 爱儿不得已经有些走火入魔 一只眼睛冒出暴虐的红光 事已至此 君璇只好与沈思凡一战 作为女性之友 他召唤他的干女儿附体 成功压制了沈思凡的修为 但沈思凡身为剑子 对于剑术的把握也是出神入化 两者堪堪战成了平手 但这时洪峰已经逼近 众人纷纷惊慌起来 可面对着天地伪力 即便是修仙者 也是无能为力 原本万剑大阵还可以阻止 但沈思凡为了能够抓走君璇 已经把万剑大阵破坏了 沈思凡也直到此刻 终于从走火入魔中清醒过来 君璇明白沈思凡已经有了巨大的愧疚感 若是无法平息这洪水 恐怕之后的一生 沈思凡都不会原谅他自己 君璇不忍心这样好似此娃娃一般的美人 之后渐渐伤心陨落 君璇握紧手中的剑 就让我成为他的大一把 君璇准备以自身去躲东风 这可吓坏了大家 特别是喜欢他的几位女子 沈思凡哭喊着让君璇不要去 大家都知道如果去了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 可君璇横剑问天 只留给众人一道无比高大的身影 这个小哥无比牛叉 你看他是如何戴妹的 他看似一个人去抛天 可这样悲众的尸刻 他的宝剑中藏了一位美女剑灵 身上附着一位山海之灵 还有女儿时刻隐身在他旁边 还有一只能变成少女的蛟龙盘在他的腰间 小哥对抗洪风修为不够晕倒过去 可等他醒来 女儿正在贴心地服侍他 蛟龙少女重新化为蛟龙 去探路 美女剑灵正咬着他的耳朵 和他说着悄悄话 没有一点遭遇劫难的模样 反而向来旅游度假的 这时女儿打了个喷嚏 感觉是着凉了 他急忙拥住女儿 看他衣服湿漉漉的 便让他把湿衣服脱下来 这时他又想起了他的干女儿 就是山海之灵吱吱 急忙也呼唤一声 山海之灵也扑在他的怀里 可没想到这个动作 却让大女儿明显有些吃醋了 见他摸了摸山海之灵的头 大女儿也把头低下来 给了君璇一个眼神 让君璇自己领会 君璇看着这充满怨念的小眼神 忙不迭地也摸了摸大女儿的头 大女儿这才满意 安静下来后 君璇想起上一集中 为了争夺他的三个女人 沈思凡的好感度已经锁定 断成主身谋稳重也不必担心 他唯独有些挂念叶此刻 可此刻的君璇还不知道 他化身成江峰 但实际上是君璇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而且君璇一己之力阻断洪水 并且三位圣女大打出手征服 两则新闻随便一个都是热搜级别 两个新闻放在一起 让他的信息传遍了大江南北 可怜他还在地洞里暗自高兴 躲开了那三个女人 能够清静一阵子了 他不知道 各地曾经被他刷满好感度的女大佬们 全部朝着万剑城赶来 巅峰级修罗场即将开始 君璇再能带妹 难道身上还能挂住三百位妹妹 一只小猫笑眯眯的口吐人言 询问他的坐骑是否醒来了 旁边的君璇听到坐骑两个字 不禁暗自羞怒 小猫刚开始还没注意 可下一秒忽然发现君璇在旁 小猫可是吓了一大跳 他也就是过过嘴瘾 曾经有一次他想真的把君璇当成坐骑 可在那一夜 他被君璇狠狠地鞭斥了 不但留下了满身草莓状的伤痕 他反而还成为了君璇的坐骑 所以他只能改口讨好君璇 口里的彩虹屁不断 说着什么英明神武 伟大厉害之类的话 随后还赶紧掏出他这次探路拿到的线索 希望君璇能忘了刚才他的口嗨 他的内心实在是怕了君璇 那一夜实在是太不温柔了 但不知怎么的 他却高高崛起了屁股 似乎在恐惧中又有一些期待 期待君璇的巴掌重重落下 但君璇只是把他抱在怀里 惊魂未定的小猫 一蹬腿逃出了君璇的怀抱 可这也让受伤的君璇隐隐作痛 小猫看到这一幕 心中却有了一些想法 他本是强大的蛟龙 在这个洞穴中 谁都无法使用法力 那么单凭肉身力量 绝对是蛟龙力气最大 难道今天就可以彻底翻身 把君璇绑起来放在身下做做齐了吗 想到这小猫满脸都是坏笑 一定要让君璇好好尝尝各种手段 他正准备动手 可下一秒 他却又被君璇抱在了怀里 而且君璇的一只大手 不断地撸猫 抚摸着他柔软的肚皮 而且他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完全只能任由君璇揉错 君璇慢悠悠地告诉他 神魂契约不会因为法力消失而失效 小猫欲哭无泪 心中暗骂 真是可恶的人类啊 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作企 而这个时候 在万剑城 一位女大佬出现了 她正是叶茨科的母亲 玄英世家是女儿国 他们是通过玄阳珠来繁衍后代 不需要男性 叶茨科的母亲是来抓叶茨科回家的 她不断地游说叶茨科 希望她马上离开君璇 她绝对无法接受叶茨科与内君璇丝混在一起 而原因则涉及到她的一个天大秘密 君璇有收集品 在一款游戏中 她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可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好家伙 有三百多位好妹妹等着她重新 大家注意看这对母女 女儿喜欢君璇 但母亲非要棒打鸳鸯 无论女儿如何苦苦哀求 母亲也不同意 因为母亲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女儿可以和所有人在一起 就是不能和君璇在一起 可惜直到最后 母亲也没能说服女儿 只好忧心忡忡地离开了 她准备去找这里的段承主聊一聊 屋子里的女儿暗暗握紧拳头 想让她离开君璇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谁都不可能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也不可能 母亲刚出门 正好碰到了一身黄衫的段承主 这段承主也是君璇刷满好感度的美人 段承主上下打量着这位雍容华贵的妇人 心中暗暗开心 这妇人身材恶魔 脸蛋貌美纯净 尤其是这一双桃花眼水汪汪的 她的君璇一定能喜欢 组长躬身势力说了几句客气话 表示女儿不懂事 最近讨扰城主了 段承主满不在乎 可下一刻却突然出手 一抹金光快速从手上射出 他们两个修为差不多 段承主有心算无心立刻得手 玄英族组长晕倒了段承主的怀里 谁也不知道段承主忽然迷住 玄英族组长是为了什么 而此刻的君璇还在探索五帝窟 他随身携带的两位美人 战斗力彪悍所以一路畅通 而且在打开一处密室后 君璇又看到了一位美人 这位美人他很熟 也是他刷了好感度的对象之一 而且这位美人有些特殊 他并不是人类 而是有意识的机械人偶 君璇与他刚一见面 便热烈地拥吻起来 君璇的干女儿指引 已经麻木了 他觉得他的老爹 似乎已经把整个大陆的漂亮雌性都攻略了 不过君璇此刻有多爽 后面就有多慌 他并不知道 他的后院老家已经被人抄了 屡次想要独占他而不得的剑子沈思凡 呼得来到了池宇山庄 在山庄中找到了顾思音和宁享龙 这两位是君璇最早确定关系的妻子 清冷无情的剑子 到底要对这二人做什么呢 君璇有收集品 在一款游戏中 他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可一场意外 竟让他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好家伙 有三百多位好妹妹等着他重新 可问题接踵而至 并不是每个女生都能接受 与别的女生分享自己的账路 特别是很多身份尊贵的女子 比如这位见到圣女 她想独占君璇而不得 竟然来到了君璇金屋藏娇之处 这里有君璇最早攻略的两位仙子 见到圣女一见面便压迫百十足 而宁享龙修为本事不弱 可面对见到圣女 竟然连她是什么修为都感知不到 倒是顾思音天不怕地不怕 大声告诉见到圣女 说他们二人都是君璇哥哥未过门的妻子 见到圣女皮笑肉不笑 让人捉摸不透她在想什么 顾思音是个被宠坏的刁蛮丫头 除了面对君璇她谁都不服 大声嘲笑见到圣女 一定是喜欢君璇哥哥 可又抢不过 跑到这来出气的 这一声嘲笑让顾思音的老爹都下了一桶 如果见到圣女发起雕来 整个山庄都要沉入地底 但见到圣女沉默良久居然点了点头 坦言告诉大家的确如此 那些女人太厉害了 她没有抢成功 顿了顿继续说 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君璇哥哥太厉害了 我实在拿她没办法 却还忍不住喜欢她 只好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办法让她回心转意 圣女摸了蘑菇思音的小脸 这分明就是一个小萝莉 而君璇喜欢的女人中 也有段成主这样的成熟美人 也有宁想中这样的欲解 这个家伙还真是贪心 他是想把所有类型的美人收集齐吗 其实圣女还是低估君璇了 此刻的君璇 正在和一个人偶美女在一起 这个人偶不是真人 但也有人的神志 前世君璇也刷满了她的好感度 两人一见面 人偶没有什么礼教之心 见到心爱之缘 立刻拥上去给了君璇深深一吻 旁边的干女儿指引一声叹息 自己老爹的后宫团 除了各种类型的美人之外 就连星座生肖乃至物种都要收集齐了 并想荣为见到圣女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如果想知道君璇最早时期的事 可以去找魔宗圣女皮横罗 见到圣女对这位与自己齐名的魔宗圣女也有所耳目 君璇身边的指引 就是皮横罗与君璇的女儿 她准备去找皮横罗聊聊 而此刻在地底密道之中 有了人偶红服的相助 君璇一行人十分的顺利 在亲亲我我之中 就来到了五地密藏的身处 人偶红服的一张俏脸都被君璇撩拨得红透 而君璇不知道的是 此刻外部却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一共四人三女一男 而且其中两女子似乎是狐足的双胞胎 君璇有收集品 在一款游戏中 她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可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好家伙 有三百多位好妹妹等着她重新 就连她去探险 都能遇到一位之前刷满好感度的人偶 身旁更是聚集着一大批角色美人 最后她的探险之旅 只好这样 而这还不算晚 在这五地窟外 来了一伙人 其中有两只漂亮的小狐妖 两只狐妖嗅觉最是灵敏 他们闻出了君璇的味道 一路追踪而至 而且距离君璇越近 两只双胞胎的脸色越差 到最后两个人甚至拔出了宝剑 朝着君璇的方向追杀了下去 因为他们嗅到君璇身旁还有别的女人的味道 他们要去抓奸 这边的君璇众人也感觉到了杀气 正打算还击 君璇却突然听到了抓奸二子 天底下他最怕的就是这两个字 好在他听出的是屠山两位少主的声音 说起来这两位小狐狸 还是他老乡好胡九娘的远房侄女 于是赶紧告诉指引等人别害怕 来的是朋友 这时两个小狐狸已经扑了过来 下一刻一左翼又扑在了君璇环影 小狐狸鼻子嗅了嗅 就发现君璇除了有别的女人 居然还有别的狐狸精 顿时眼泪汪汪起来 一顿小拳拳锤的君璇痛并快乐着 而指引和红服就用这种眼神望着君璇 对于他身旁的女人数量 他们习惯了 君璇把胡九娘的事情告诉屠山两位少主 这才把他们的情绪安抚 但两只小狐狸一人在君璇身上咬了一口 这是狐狸们确认领地的方式 他们要告诉其他狐狸精 这个男人已经明曹有主了 君璇看着手指上的咬痕 心中却有些慌 以后可不能让这个小狐狸咬其他的地方 出了一口恶气之后 两只小狐狸又贴了上来 而并思摩慰藉着相思之苦 他们之所以找到君璇 其实是动用胡足秘宝 每一袋这秘宝只能使用三次 而为了找君璇 他们毫不犹豫地便用掉了一次 随后君璇把两位胡足少主介绍给了 知影和红服 以及蛟龙锤锤和芝芝 可知影的脸色忽然缠了下来 接着拔出了手部 君璇有收集品 在一款游戏中 她把所有漂亮小姐姐的好感度都刷满了 可一场意外 竟让她穿越近了这个游戏世界 好家伙 有三百多位好妹妹等着她重 但她没想到 这世界中竟然还有落网之余 这等风姿绰约的女子 她之前居然没刷好感度 刚才她把结实的两只狐狸 金双胞胎介绍给朋友们时 干女儿的脸色变很差 但并不是因为君璇新收了两只狐狸 而是她察觉到了有人来临 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好 君璇也懒得与他们虚伪 刚好听到一位女子的呼救守候 便带着大家离开了这二人 但路上君璇也免不了被小狐狸掩人 只是听到女子求就便忍不住了 但垂垂不知是有心还是误了 透露出君璇的美人多得很 根本不是见到美人便走不动路的屌丝男 听到君璇还有很多女人 两只小狐狸顿时又对君璇露出了小虎牙 到了地方 干女儿指引一件劈开了一处废墟 从废墟之下救出了一位婉约的女子 这女子面容极美 在痛楚下眼中含了几滴泪花 当真是让人我垫油帘 而且君璇发现 这个女子并没有在她的好感度女子图件上 也就是说是一条落网之鱼 君璇急忙上前搀扶 可没想到干女儿指引抢先一步 扶起了这位女子 君璇只好尴尬地收回了手 这丫头现在是防备我接触其他女生了吗 婉约女子谢过大家后 翘生生地介绍她叫何清梦 声音犹如灵间百灵清脆悦耳 见多识广的君璇也不禁暗暗感叹一声 当年自己的收集痞还不够啊 居然漏掉了这样的一位女子 而且从她信何推断 她便有可能是五帝后人 何清梦与君璇的后宫团一一见过 她也有些诧异 在这个男人身边竟然围绕着如此多的角色女人 这男人一定有她的神奇之处 一番交谈后 君璇确定下来 何清梦便是五帝后人 而她便是打开这座五帝洞府的关键人 而挟持何清梦的敌人毕洛府也都在附近 他们一番搜索后 找到一枚毕洛府的身份腰牌 看着地面上的血迹不难推断 有猛兽将这位毕洛府的人撕碎了 看着地面上的血腥长脸 何清梦吓得小脸煞白 君璇急忙伸手轻抚着何清梦的后部 宽慰她不要害怕 嘱咐她跟在自己的身后 一行人继续探索 可就在一处废墟前 一股灵力的杀气忽然扑面而来 一只四人四郎的猛兽陡然出现在众人面前